蝦醬 很多人都會用鹹香十足的蝦醬來蒸豬肉 但也經常因為蝦醬的份量沒控制好 反而讓整道菜變得太鹹 今天就請到專業廚師教教大家 蝦醬蒸豬肉到底應該怎麼做 才會完全入味又不會過鹹 蝦醬肉有個好處是有一層皮 用來蒸肉這樣計算 有皮的味道和口感會比較好吃 最好的是五花腩 肉就會爽爽 油份的脂肪就會甘香 還有皮蒸 皮的口感會有膠質和有煙韌感 如果用生的五花腩來蒸 蒸到肉剛剛熟 皮是吃得硬和硬 蒸到皮剛好好吃 肉就會過濃 油會被蒸溶完 就會沒那麼多汁 然後把豬肉放進滾水裡 過四、五分鐘至一小時就可以了 過四、五分鐘至一小時就可以了 蝦醬它就不夠蝦膏濃的味道 還有咸 如果你給蝦醬 你給到你剛剛好的咸淡味夠 其實那個濃味就很淡 如果你想要到很濃 其實就會過咸 如果你想那個味又濃又香 蝦膏混蝦醬是最好的 首先把蝦膏用多少 切你的份量 用一些紹興酒 硬勻 然後再搭蝦醬混合 再想它更香 你還可以加些蝦米 將蝦米切碎 混合下去 更加濃 更加濃的味道 加些蒜蓉乾燥融 它蒸出來 還會更香 還有蒸完之後 再蘸一點熟油 它的味道會更香 蒸出來